自己在悉尼经营民宿已经多年了 民宿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刚进入2020年 澳洲悉尼的山火仍在蔓延 澳洲本地原来计划来悉尼的游客 很多相继取消或延后了来悉尼的行程 一月份从一个来自菲律宾学校预定民宿的咨询里 听到了这个词 武汉事件 2019年的12月 网络里已经盛传武汉有可怕的病毒 想不到刚进入了新年2020年 武汉还封了城 2020年1月23日时点 武汉封城 真不要以为有些事情不会发生 很多原来计划入住我的民宿的来自中国的预定 也陆续被取消了 武汉是一个自己并不陌生的地方 在那里还有自己的亲戚和朋友 这是2019年夏天的武汉 不知为何总感觉 红火水浪打浪 这首歌曲与湖北 与武汉有关 从悉尼出发 坐飞机经深圳深夜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走出机场 深夜的出租车后车区只剩一辆车 一个小伙子迎上 用普通话说 每人50元送到酒店 等了一会 坐在车内的司机说 你不如包了这辆车吧 从机场到香格里拉酒店只需300元 民主 爱国 公平 自由 在武汉街头上的这些宣传到处可见 烈日下 向着辛亥革命纪念馆走去 革命 这是一种存在的意义 1911年10月10日 在武汉 革命军开响了第一枪 辛亥革命爆发了 第二年 通知了中国2000多年的清朝宣布结束 革命成功了 上课 这是爱国主义的教育 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内 有很多中小学的学生 离开辛亥革命纪念馆 走进街巷 朝着远处可见的黄鹤楼方向走去 阳光下 路上有一妹子打着伞 往黄鹤楼怎么走 我也往那个方向 跟我走吧 聊话中 知道这武汉妹子有亲戚 也曾在澳洲留学 学的是飞行 学成后回国了 现在是南航的机长 登上黄鹤楼 从黄鹤楼远眺 只见不远低处 有曾经熟悉的绿皮火车 正在向北爬行 这是自己以前坐火车回老家时 必经的京广县 那是长江 还记得 1976年7月的小学暑假 小学生的自己 从广州出发 坐上了京广县 计划27号抵达唐山 经武汉时 为了邀约汉口的二姑 一块同行 临时下了车 28号 在前往汉口火车站 那里已经被来自武汉各方的医务人员所占满 普通乘客被一律谢绝上车 后来才知道 28号大清早 唐山大地震了 谢谢武汉 滞留几天后 告别武汉 离开香格里拉酒店 热情的酒店小哥 用自己的微信叫了车 小哥说 从香格里拉酒店到天河机场 最多150块 谢谢武汉 来自飞玉宾的学生团 终于启程了 20多人 校长亲自带队 校长说 学生家长很关心自己孩子准备注入的民宿之前 所住的是什么客人 告诉校长 学生这次所住的民宿 是自己一月份特意买下来 才刚拿到锁持的 里面东西都是全新摆设的独立房屋 武汉被封城了 武汉的朋友受委屈了 武汉及时的封城和牺牲 有效遏制了新冠疫情发展 这些防疫经验为全球疫情防控 贡献了中国的智慧 谢谢武汉 在西尼开始每天关注武汉 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 在国内从电影里曾经看到的奇迹 龙雅人在中国经过医生的针灸 突然能够发生了 啪 啪他们 破涕高喊 毛主席万岁 为武汉的朋友祈祷 希望奇迹会再现 龙雅人喊出了声音 当时看电影的自己也泪流了 我的民宿欢迎你们 武汉的朋友 如果你们入住 将亲自送上免费早餐 谢谢武汉 武汉 武汉 武汉加油 世界加油 电话收到了住在我的民宿两个星期后 在回菲律宾前 学生从机场发出的信息 圣地保佑你们 天有武汉 天有全人类 随比于悉尼 2020年2月24日